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兰青10月底发表文章赞赏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音乐天赋 为什么李兰青选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夕发表这样一篇根据江泽民一唱整理的歌曲乐谱呢 有媒体报道这是有人故意放风宣誓江泽民还有影响力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钓鱼岛问题引起了中国境内反日情绪高涨 有关江泽民二战时期汉奸的背景恐怕造成大众的联想 李兰青发表这篇文章是在暗示江泽民年轻时热爱音乐是所谓的前进青年 为江泽民洗刷汉奸的名声 前阵子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出现在北京接见上海海洋大学校领导的消息 被高度怀疑是造假新闻 而10月31号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又刊登一篇来自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兰青的文章 文章还刊登了江泽民二月写给李兰青的一封信 信中希望他查找老哥月光和影子的曲调 李兰青文章说 江泽民亲自吟唱6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 随后经整理恢复了当年传唱而后来失传的版本 目前距离中共召开18大只有一周的时间 人民日报这个时候刊出有关江泽民的报道 外界认为这是江系人马有意宣誓江泽民还有影响力的做法 在美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全表示 李兰青在中共喉舌媒体刊登江泽民的消息 是期望给世人感觉江泽民还是有影响力身体还健康 同时还想告诉世人江泽民年轻时是个进步学生 不是汉奸学校的学生 但是为什么李兰青这个时候要替江泽民洗刷汉奸的名声呢 刘英全说与钓鱼岛问题有关 但是呢在江泽民人类呢在这方面他是不作为的 这个呢也容易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 就江泽民的汉奸家庭和他的汉奸学校就读的这种背景 会造成了江泽民在对日方面的软热霉日这样一种心态和政策 李兰青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就给人一个暗示呢 就是江泽民没有这样的问题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嘉平 致力研究江泽民二奸二假的历史背景 2009年12月5号 他发表公开信 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 与要求调查的呼吁 他在公开信中揭露江泽民曾是日伪汉奸和苏俄奸系 以及贾党员贾力士子弟等问题 据了解 江泽民1943年在扬州高中毕业后 他的生父把他送到培养汉奸精英的伪中央大学就读 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接受培训 江泽民的生父叫江世俊 日寇清华初期他投靠日本 改名江冠谦 担任汪精卫委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 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 那么江泽民很可能意识到江泽民的这个二战二甲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当年他和他父亲都是曾经当过日伪的汉奸 这么一段历史以及他是所谓的假党员 我想很可能是中共内部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一些调查 江泽民很可能意识到这个情况 所以说借李兰青的手把东西发表出来做一些演示 因揭发江泽民二战二甲而入狱的吕嘉平曾指出 江泽民的问题很多 包括出卖国土 镇压法轮功 贪污腐化等 他认为二战二甲这一历史问题 可以成为胡锦涛向江泽民摊牌的突破口 而一度被大陆互联网禁止搜寻的吕嘉平 在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开移交司法后 曾经得到部分解禁 当时有分析认为 这很可能是胡温在背后推动 也显示江系的衰败没落 以上